那就讲一下另外一个大家关注 就是当然加息一定是想银行股 金融股这类东西 那昨天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究竟又肯不可以买得过 或者是买的话 有点选哪一款 会觉得那个潜在升幅会大一点 银行股 那我就 通常这条街都是炒汇控 渣打 中银 就是这几只 那我自己就一定先撇除了汇控 还刚刚我看到有人留言想问你汇丰 哇 阿牛说问一下 这个汇丰现价能不能存存 阿民地问 你存是什么原因先 存是因为息高 喂 四厘而已 我又不觉得他息很高 二来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近期汇控上回50元楼上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美国那边的银行股做得不错 就是汇控是没有灵魂的 就是见到别人美国银行股升 他就跟着上升 他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所以你见到近期那些美国银行股 全部兑回来 那他就跟着 那所以感觉上 你说是否很受惠 什么加息 债息夹那些 我自己觉得就不太大关 是和米卫讲现在有机会炒衰退 经济差的时候 那我想汇控就未必会做得很好 就是你说反而近期强势的 一定是二三八八的 就是中银的 那中银为什么会那么强呢 那我初头都不是很不明白的 就是他最新的业绩我都 就是每次有人问中银我都这么说 哇他明明是减派息的 为什么他不跌呢 那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的说法就是 因为很多人民币的生意 在等他做 什么什么ETF通 或者很多相关 就是香港和内地一个交流的一些金融的贸易工作的时候 那用人民币会多了的时候 那对中银香港就会有利好的作用 就是我想是炒这一样东西 那但是变了 你看到他近期的走势都是Range的 那我就建议 如果你炒Range的话 那你就挨回来 29啊 其实今天都有机会低开 29啊28那些位置买 那你拨他上3031 就是以炒Range为主 但是就不会是 就是未必好像年初那时候那一阵 那样冲不出去 我就不太过觉得有什么中长线部署 容易炒一点 会控的就真的 我就自己就鼻子质吉了 是